这是中国百年未遇的大乱子 南京方便已经乱得一锅咒了 何英卿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 主战者居多 他们认为张扬二人是乱臣贼子 至国家刚觊觎不过 应立即出兵讨伐 并扬言要扫荡叛逆 以尽凶愤 逃逆军总司令何英卿 刚刚给我来了电话 让我们空军做好讨伐准备 现在你明白了吧 警长官巡视 你驱逐纪四大队 从现在起做好准备 直接听命于我的指挥 扶书一遍 做好一切准备 直接听命于您的指挥 我说的是一切 不只是当法 此事弄不好 会酿成全国大乱 老师 都得出钱 咱们的广场 不赶紧 你得说就是 是 老师 在座的都是些元老 或者是中常委 卑职只不过是 列席的旁厅 连夫人都没有办法 何况卑职呢 你也知道 我是坚决主张 和平解决的 理由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回答 您会更确信 高志航 我问你 如果你不能确定 委员长驻地的情况下 让你率机轰炸西安 你能不能确保 委员长的安全 不能 即便有了损缺的坐标 也有可能误伤 不敢 何况逼急了 叛军会不会 有人说 何英卿 打着旧主的旗号 企图借张扬之手 谋杀伪坐 取而代之 夫人 不要叫我夫人 秘书长 我认为 靖之他 是根气黄谱 自北伐以来 一直追随蒋委员长 忠心可见 忠心可见 谋杀 刚才他还骂了我 说我父道人家 不懂政治 更不懂国事 居然教训起我来了 民国十六年 就是他 活同一帮人 逼伪坐下野 可是你别忘了 伪坐第三次东征的时候 也是这个靖之 救了伪坐的命啊 你知道什么 这个河 毕约于日本军官学校 是南京的青日派 伪坐的让外 必先安慰政策 他从未表示过 任何意义 以伪坐的脾气 有谁敢表示意义呢 我还是不放心 来自东京的消息 日本公开支持 我们讨伐张扬叛逆 这和和英卿 如出一辙 你能解释吗 依我判断 靖之是以战逼合 而日本人 则是想浑水摸雨 两者貌似一致 其实是风马牛 你和和英卿 肃无私交 为何处处为他事宜 医书长 是指挡国重大关头 南京群庐无首 您的作为事关重大 稍有不深 就会天下大乱地 望迷处长三思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你对何英卿的讨伐 真的一点都没有疑虑吗 这个 刑事 诡决 人心难测 不过 他要是动用了空军 是绝瞒不过我的 此话怎讲 你看 他如果是虚张声势 小打小闹的话 那么 他只是以战逼合 这样的话呢 对委员长的安危 反而有利 如果他是大开杀戒 甚至动用飞机轰炸西安 那就十分可疑了 我打算轻抚西安 空军的事 我交给你吧 医书长 中厂委决定 包括空军在内 所有的兵权 都交给何英卿了 如果他让我轰炸 我没理由拒绝啊 你可以轰炸西安郊区 明白 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话不当讲 张扬二人通遍全国 开出了和平解决的 八项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停止内战 举国抗日 南京方面是不赞成 不过全国老百姓 还有底层的官兵 都欢欣雀跃 顾勋历来时 顺民意着常 逆民意着亡啊 不用说了 我已经派人给伪作烧化了 抗日者生 不抗日是死 你见过张学凉吗 听说 这家伙出大烟 出大烟也那个 他还玩女人 玩女人也那个 我说哪个 张学凉 怎么的 不用说啊 说话小心点啊 我们这次可是奉命逃逆的 我听广播的 何云钦发布命令 让顾志同跟刘志两路打军 东西兵计 已经直奔西安了 钳子卡住了 张学凉这回完蛋了 我看也不一定 没准啊 是老头子完蛋了 可这胡说啥呢 他没胡说 如果这次啊 要把张学凉避急了 说不定啊 他真会对老四下死手 拉倒吧啊 拿烟八嘴堵上 大队长 你的电话 忘啥呀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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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高志豪 今天是我生日 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祝贺一下 我告诉你啊 现在站备状态 咋啥电话你都让我接呢 让过来 这位小姐她威胁我 威胁你啥 我要是不找你的话 她要你逛我金币 喂 我说大小姐 是这样啊 你的生日宴会 我可能去不了了 为什么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你听我说 听我说 这个电话是我的专系电话 我在等命里 别啰嗦了好不好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应该买一条 今天的报纸好好看一看 唐勇 以后 不许危险我的属下 就这样 喂 接线员吧 我是驱逐集司大队高志恒 你 especially 找一个人 请你 东北野人 军阀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 他四年的法国经历 不会把他变成绅士的呀 来一个 那张学良据说也会拽几句英语 几个男呢 那个蒋伟员长 还不是被他绑架 什么 这也是我刚看报纸的 报上说 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给绑架了 这是报上的说法 以我看哪 这是绑票 这下有热闹好看 我看那个宋美龄 能花多少钱 把她的男人给赎回来 大队长 还是找您的 我是不是非得关你禁闭呀 是搜索入将军的 是我 高正航 是 是 我 不是 是 我 的 我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我们就这会儿 就让我走那么长时间 你这会儿是吧 快队长 陆姐 有事了 那个 我俩进趟城 耍女朋友去 是吗 这什么说了 一个月都没粘过 那什么粘 粘昏了 陆姐 你知道啥叫婚 啥叫肃炎 你尝了 你个恶汉子不知道保汉子保 还有你 现在委员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这心怎么这么大呢 不是 队长 我这个很焦虑 我主要是要缓解一下焦虑 是吧 是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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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点之前必须归队 走吧 是 感谢队长体系不下 别给我扯了 我赶紧的 其实我也挺焦虑的 去吧 起来啊 什么情况 能不能透露点消息 上头已经吵乱套了 现在是打是谈 拿不定出 你看上这道挺快的 听广播了吗 听了 我嗓子要人那些话 少帅都帮我喊出来了 你不怕我告你了吗 不能够 咱俩一样 你告我等于告你自己 是不是 你的意思 老蒋这次不战都不行 他的小命在别人手里掐着呢 你太乐观了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绝命 我军统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 老蒋不听劝 把遗嘱都写好了 完了呢 我们是驱逐机 和应勤不息了 洛阳的轰炸机 现在都已经起飞了 历史上的兵变 大多是奇轨多迹 我跟你说啊 真要把张旭良递急了 他会联合共匪 把老蒋一刀给宰了 行行行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靖芝啊 今天我是不请自来 夫人 不要添乱了 我们这里 正在召开中常委的特别会议 你可以旁听 插嘴就不必了 事关我的丈夫 你们就不要想封我的嘴了 戒功不光是你的丈夫 还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长 我们是讨论国事 不是你的家事 诸位 刚才刚才的发言已经达成基本共识 为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 应立即出兵 剿灭西安叛军 我反对 今日之中国 假如没有委员长 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政府 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 请问在座的诸位 你们谁能够担负得了领导全国的重任呢 你何应亲吗 诸位 本人也是党国的元老了 请诸位听我说一句 此一事件 国家利益 应当重于戒功之个人之安危 汉贼不可两立 这是祖训 如果叛军得不到严惩 必将助长地方势力抬头 山东之韩复举 广西之礼既深 乃至河北之宋哲园 四川之刘湘等等 皆可引为同路 我堂堂民国 将四分五裂 我恳请诸位 党国为重啊 听到了吧 以妇人耳 仅只营救丈夫而已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第二遍了 我虽然是一名女性 但今天在此发言 绝非仅仅为了营救我的丈夫 如果卫园长一死 真的能够造福国家 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 但处理西安叛乱 如立即踏伐 直接轰炸 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 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 立即陷入兵险之灾 不仅如此 我们这么多年来 为抵御日本侵律所做的种种努力 包括刚刚从美国买回的三十架货客战机 都将毁于乱局 这些你们都想过吗 我别不多言 如果何部长一意孤情 我作为中央银行行长 将冻结讨逆军的军侠 我这个陶尼军总司令 是中常委授权的 何部长 请息怒 请息怒 走走走 其实 子温也是无奈之举呀 我插一句啊 我刚刚接到日本驻上海领事 严谨应一的召会 说日本内阁深切关注西安事件 如果南京 接受张扬的抗日主张 那么 日本将断然采取行动 以武力占领上海 这个 可不是口头恫吓 军统 昨天密报 日本在上海 又增加了两艘军舰 并且 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 这个 已经在我的考虑之内 这个我倒不奇怪 你身为军方部长 知道房间都说你什么吗 我什么都知道 从九一八之日起 我何某人就担这儿亲日的恶名 如今西安事变 又有人说我和日本人里应外合 假借张扬之手 想谋杀委员长 篡权谋国 如果事实如此 我何某人可以刀刮凌迟了 我自信 委员长可以知晓我的苦心 我主张罚张 用意固然是惩罚叛军 又何尝不是为了安抚日本人 如果我们按并不动 日本人会找到借口 说我们接受张扬的主张 连共抗日 倘以此为由 趁机大举进宫 我们能够收拾掉了这个乱局吗 我静止不能 夫人你也不能 要讨伐理由多的是 何必拿日本当说辞 静止 言之有理 往下说 再者 国院长乃一国堂堂之领袖 如今沦为阶下囚 如 如国我们 南京如果没有 丝毫惩罚的动作 借工在世人面前 在全世界面前 还有什么面子可言 他可是把面子看得 比命都重要 这层心理 你做夫人的想过吗 我本来是报病在家 受中常委的委托 临时出任行政院院长 我采纳各方意见 我认为 单是和谈 或者是一意的讨伐 那都不是上策 只有两者兼顾 中庸之道更为稳妥 那就是借四方舆论之压力 对叛军贼子 乱其心 孤其事 处之以利 动之以情 那么或许可以收到 兵不血刃 又可救主之效 如果讨伐是必须的 那请何总司令延令 不可以立即轰炸西安 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是营救委员长出嫌 如果 和平谈判绝望 到那时开战 也不算晚吧 如果大家都不反对我的主张 那我想明天 就搭我的美龄号飞往西安了 我反对 你这样 等于是自投罗网 叛军又多了一个人质 实话告诉主委 为了摸清叛军的意图 我已经事先派了 张学良和我的朋友 Donald 以我私人代表的身份 去了西安 他还给我回了封电报 张学良说了 他希望 孔部长和我一道 去西安谈判 还保证 虽然发起兵变 但是 他无意扎害于委员长 他主要是 希望委员长 能够带领大家一道抗日 孔部长如今代理刑政院长 危难时刻 万不可离开南京 我意已决 如果 孔部长不能前去 那 换个人 后外 后外 中央指夺张学良 本间各职 三十万讨逆大军 即将开赴同关 孩子 各份报纸 给 先生 后外 后外 中央要指夺张学良 本间各职 三十万讨逆大军 今天 是本小姐二十三大寿 感谢主委的光临 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时期 本来不应该办这样的晚会的 所谓伤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犹畅后庭话 叶小姐 我打断你一下啊 不要这么说 假如军人都不知王国之恨了 那更何况你我他呢 还是我来说吧 今天晚上 本来跟一个好朋友说过 我 要把自己全盘抛出 把自己架出去 可是现在事情好像有些变化 到现在 我都不敢确定那个接盘的人 等等啊 园师 语师 猎人的合照 首先 我要向在场的每一位 道个歉 请主位原谅我的冒昧 我是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本人 高志豪 就是叶小姐所说的那个接盘的人 我抗议 抗议如下 好 上校 你跟叶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我更没想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担心你是个骗子 你说的是葛丽尔 这个故事有点长 以后有机会慢慢讲给你听好吗 那好 就跟我们说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吧 好 那我一并告诉诸位 五年前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 我逃难离开了凤田 从北平去上海的火车上 我认识了叶小姐 不过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接受了叶小姐的邀请 叶小姐邀请我 参加他们学校的抗日爱国活动 在那次游行里面 我和叶小姐 被一位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我很恨这个记者 为什么 因为这张照片 差点让我从空军出名 现在我感谢她 知道那个记者是谁吗 翁小旭 这个对于我不重要 我现在想问 对于目前的西安事变 你是怎么想的 你这个提问太像一个记者了 不过今天是叶小姐的生日宴会 不太合适了 在场的各位都想知道 包括叶容然 你们说是吧 是 大家都想知道 大规模内战什么时候爆发 翁小旭小姐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这个问题 你应该直接去问蒋伟队长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 那一战我早就打你了 中国几千年来 兄弟细于强的故事 大家听了不少 但是在左传里 兄弟细于强的后一句是 外遇情 意思是说 兄弟两个人在家门口打仗 突然来了外地 这两个兄弟就言归于好 枪口一致对闻 我相信我们的中国也是这样 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 让你满意 好 你为啥不问问我 今天为啥在电话那头发火呀 看了报纸以后 我不敢问 也不想问了 那我告诉你 我有可能要去执行 轰炸西安的任务 什么时候 明天 也可能后天 可是刚才在酒店 你什么都没说呀 可那儿我咋说呀 你的生日酒会 完了下面做的都是你的朋友 我今天要不扯点犊子 编点瞎话 说点好听的 那我们中央军的脸面 就让我给丢尽了 中央军现在的对手 除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再有就是共产党了 你怕吗 怕 不过不是怕死 我怕的是有一天 这内战真的打起来 这内忧外患搅和到一块 那咱中国就真乱套了 现在中国怎么就这么乱呢 今天是生日 不了解些了 嗯 我快回去吧 慢点开车 嗯 再见 哎 老大呢 老大呀 后一六狗呢 老大是你叫的 你别摆在那儿啊 我看着他眼韵都 不是 他是不是要去西安了吗 我帮着擦擦枪 老大吃饭了 哦 咋的 你要去西安呢 最大这么欠的 我跟你说了吗 战斗机密 啥机密啊 你妈还能跑风啊 你看我那就是待命啊 没个准心 哎呦 他活着呢还是死了呀 谁啊 啥谁啊 你们委员长 哦 好 喝到张学霖手里呢 妈你干啥呢 妈妈妈呀 干啥玩呢你啊 哎呀 啥干啥呀 我得拜一拜 玉皇大立观音啊 大仙啥的 得保他 得保他一条小命 你平日里不挺个音的吗 我哪是个音的呀 我都恨他 我跟你说 我就恨我的老天打个雷 啪嚓一下 把他劈成两半 那你说现在啥事了 家这么大 没一个主事的 不让小鬼子笑话吗 那就算放了才能怎么样 你说咋的呀 那我让这几个大仙 给他配点药 我治他那邪病 啥邪病 你说啥邪病啊 就像你似的呗 不招四六没个正经 跟我有啥关系啊 扯扯就扯我身上的 我问你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半夜才回来 我说了 备战 老太太不信 谁信哪备战 别别别动 这这这这 这这这 这是 这是狗毛 你拉倒吧 你们家狗毛这样啊 行了行了 上楼给我把衣服拿下来 你别跟我笑 老大呀 你都是有身份的人了 你可不能逛窑子 哎呀妈 这啥玩意儿呢 跟你说实话吧 我昨天去上岚了 啊 叶小姐不上岚了 哇呀又像葛利尔似的生米车熟饭了 没那好事啊 你不说了吗 人家草库聊着区区呢 那我看这事啊 行了 啊 晚饭不回来吃了啊 别动动了 那个我还没说完呢 有啥话你跟她说 不是这事吧 我就得跟你说 我跟她说得着 你回来 小李了 啊 那啥 你你你去把她休息了 小姐给我接了去 哦 妹妹 我来时问了 西安这几天一直是阴雨天 独独是今天 一个大晴天 这是个好照的吗 但愿如此啊 今天早上 我做了祷告 但愿上帝与我们同行 夫人 我有密报 西安已成了虎狼之窝 不光有叛军 还有共产党 还是万般小心为好 我何尝不知啊 难事与至此 只要和谈有一线生计 会把一切都置之堵外 阿丽 你做的事 是超级地移动 全世界 之前我们离开 美国教授 你告诉我 但是 你所做的事 创造不忘记的爱故事 这真可恶 我不是想救我丈夫 我只是想救中国 妈妈 当然是想救中国 但是 你也想救你丈夫 妹妹 还是我听你说吧 救丈夫 就是救中国 我 下面这方形成意 是什么地方 那实地临通 看见立山了吗 不愿意啊 就是在这里被劫持的 我 陆院长这么多年寻回恶省 我每次都伴随左右 唯独这次 我身子实在不适 让她一个人来了 结果 她 她 到处大乱 她 报告秘书长 飞机正在降落 西安到 好 好 带居正 下去后 如果叛军不可控制 你用这把枪击毙我 千万不可犹豫 这 这个我不敢 学生是来保护您和伟员长的 学生是来保护您和伟员长的 那你做吧 来吧 女士 女士 你 我反复想过 如何面对劫持我丈夫的人 我采取的态度很重要 成功契机 全在瞬息之间 我想说的是 不管张学良 心有多么暴力 我们也要强违自治 因为这次来西安 你的唯一目的 是营救委员长 刘姑的讨厌大军 已经到达了通关 为了配合地面部队 威慑叛军 你的轰炸机群 分别从尖焦 洛阳起飞 轰炸目标是 西安的外务 如 卫南 富平 三元一带 炸弹带多少 扔多少 全扔了 不要带灰 记住了 千万不能误炸西安 明白 高志航 你的四大队 可以分几个批次 飞到西安上空 叛军的防空力量很弱 你尽可能地放心 低飞 但记住 不要发一枪一弹 必要是撒些残弹 如果我遭遇日军飞机呢 不至于吧 如果日本人敢趁火打劫 巧遇周旋 不要散了和气 不 干他 是 好 仔细吧 这都绕了三圈了 怎么还不下来啊 你可别忘了 戴笠可待在上面 他对你我 可不会相见 也是啊 来了这么多的兵 说不定把他们给吓着了 老头子被我们压着 不害怕 那才怪 朱镇 李叔上还是要过得去啊 朱镇 李叔上还是要过得去啊 夫人对我不审了解 还是啊 你一个人去吧 嗯 让夫人受惊了 汉卿前来领罪 谈不上 大诺先生说 你把委员长照顾得很好 我感谢你 我知道 同心的有子文先生和端纳先生 没想到代局长也来了 我是不请自道 校长在心里面的 秦安 我这个做学生的不放心啊 这么说 代局长一来 委员长就安全了 快点 代局长你说错话了 汉卿是委员长的换贴兄弟 我都放心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冒犯 冒犯 哦 诸位如果带有武器 都请交出来 哦 不认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那满山边的大栋高楼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山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遣 Filip 还有那衰老 的地掉 你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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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